房贷少年团进来经常通过网路与粉丝们进行互动 在9号发布的影片中 泰恨透露了未来的活动规划 与吉祥在今年内发行自己的mixtape 虽然还不确定会收录几首歌 但目前已经创作了八首 至于房贷的团体专辑也进行的相当顺利 除了新作品让粉丝期待之外 近期泰恨还因为手表而登上了热搜 原来是因为他曾经对粉丝透露 自己经常佩戴的高级手表是亲自到店里买下的 当时因为价格太昂贵而考虑许久连结账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不过最近有网友翻出该表的价格 它是台币大约是30万左右 让网友感到相当惊讶 认为这对于泰恨来说应该不算太大数目 他也并非买来当奢侈品收藏用 而是一直非常珍惜的在佩戴 身为身价超高的世界蛋 这么爱惜物品真的是太乖巧啦